北京时间8月3日晚 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 郑清文总比分2比0战胜维基奇 成功拿下这枚分量十足的金牌 帮助中国网球首次在奥运会上 收获了单打项目的金牌 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的第16枚金牌 半决赛 郑清文迎来了彻底爆发 总比分2比0淘汰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 不仅打破了自己不胜斯瓦泰克的魔咒 还终结后者的红土23连胜 这是一场史诗般的伟大胜利 也为中国获得历史首枚奥运会网球单打奖牌 由于张之珍王新宇遗憾收获网球混双的银牌 中国网球奥运会首金的重任落在了郑清文的身上 郑清文的决赛对手是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 本季奥运会女单13号种子 两队此前只有两次交手 各胜一场 第一盘上来 郑清文进入状态更早 两次爆发成功之后又破了对方发球局 开局3比0领先 随后两人都是保住自己的发球局 比分交替变化 到了第八局 郑清文成功再次破发 总比分6比2轻松拿下 仅仅耗时48分钟 到了第二盘 郑清文还是占优的一方 前两局延续了第一盘的剧情 自己爆发之后破了对方发球局 开局2比0领先 双方打到第四局 郑清文面对对方的三个爆发点 顽强追平 最后还是没有翻盘 总比分2比2平 此后郑清文破掉对方一个发球局 又把握住自己发球局 6比3拿下 总比分2比0取胜 比赛结束之后 全场了产生三大不可思议 还有两个不争事实 三大不可思议 一 生涯首次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 二 帮助中国网球首次在奥运会上 收获了单打项目的金牌 三 这是继2004年雅典奥运会 李廷孙甜甜搭档拿到女双金牌之后 中国代表团又一次收获了网球项目的金牌 两个不争事实 一 自从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之后 郑清文的心态 信心 技术等方面 都是得到了飞跃的提升 二 郑清文今年短短半年之后 连续创造两大突破 这是他个人职业生涯步步高升的最好体现 巴黎奥运会女子网球单打决赛 中国名将郑清文 PK克罗地亚名将为基奇 第一盘 郑清文发球局 上来就得一分 15比0 接着侧身反斜线得手 30比0 接着双方失误 30比15 接着郑清文一发得分 40比15 然后对方接球下网 郑清文拿下发球局 郑清文局分1比0领先 维基奇的发球局 郑清文变现出界 0比15 郑清文挑高球 维基奇扣球出界 15比15 然后郑清文再得一分 30比15 郑清文反超 然后维基奇回球出界 40比15 郑清文领先 接着维基奇回球出界 郑清文破发成功 郑清文局分2比0领先 郑清文发球局 上来正拍悬拉得分 15比0 郑清文领先 接着维基奇斜线回球出界 30比15 接着郑清文回球下网 30比15 接着郑清文再赢一分 郑清文最终拿下 局分3比0领先 维基奇发球局 轻松拿下 维基奇扳回一局 局分3比1 郑清文发球局 郑清文爆发 局分4比1 维基奇的发球局 维基奇正拍下网 郑清文15比0领先 接着维基奇外角发球 直接得分 15比15 接着郑清文回球下网 30比15 维基奇领先 接着郑清文正手变现得手 30至30 接着郑清文回球出界 40比30 维基奇领先 然后郑清文回球出界 维基奇拿下自己的发球局 局分4比2 郑清文依然领先 来到郑清文的发球局 维基奇正手刁钻斜线得分 维基奇15比0领先 接着郑清文摆短下网 30比0 维基奇领先 接着维基奇摆短下网 30至15 郑清文反手直线得手 30至30 接着郑清文回球下网 40比30 维基奇领先 郑清文往前摆短得分 40比40 郑清文A4球直接得分 AD40 郑清文领先 接着郑清文正手斜线得分 郑清文拿下 局分5比2 郑清文领先 维基奇发球局 维基奇回球出界 郑清文15比0领先 然后维基奇颁回1分 15比15 往前截杀 郑清文得分 30比15 郑清文领先 然后维基奇正手斜线得分 30比30 然后维基奇再得1分 40比30 维基奇领先 然后维基奇回球出界 40比40 维基奇一发得分 AD40 维基奇领先 然后郑清文得分 40比40 维基奇回球出界 AD40 郑清文领先 接着郑清文再得1分 郑清文破发 局分6比2 第一盘郑清文拿下 第二盘 郑清文发球局 往前凌空扣杀 15比0 然后维基奇回球 15 30比0 然后郑清文再得分 40比0 接着维基奇接球下网 郑清文爆发 局分1比0领先 维基奇发球局 上来郑清文回球出界 0比15落后 接着维基奇回球出界 15比15 接着维基奇回球出界 30比15 郑清文领先 维基奇正守直线得分 30比30 维基奇发球出界 40比30 郑清文领先 接着郑清文反拍直线 郑清文破发 郑清文局分2比0领先 郑清文发球局 郑清文回球出界 郑清文0比15落后 维基奇回球下网 15比15 郑清文回球下网 15比30 郑清文落后 郑清文回球出界 15比40 郑清文落后 回球失误 维基奇破发 局分2比1 郑清文领先 维基奇发球局 上来维基奇40比0领先 然后40比15 接着维基奇双发15 40比30 然后维基奇回球出界 40比40 然后维基奇得分 AD40 维基奇领先 维基奇下网 40至40 维基奇一发得分 AD40 维基奇领先 维基奇回球出界 40比40 郑清文回球失误 AD40 维基奇领先 接着维基奇得分 维基奇爆发成功 局分2比2 郑清文发球局 上来郑清文得分 15比0 接着郑清文一发得分 30比0 郑清文领先 然后30至15 接着郑清文双发15 30至30 接着ACE球 40比30 郑清文领先 接着再来一个ACE 郑清文拿下 局分3比2 郑清文领先 维基奇的发球局 维基奇ACE 15比0 然后维基奇连续得分 40比0了 然后郑清文正手直线得分 40比15 然后郑清文回头球再得1分 40比30 然后郑清文回球出界 维基奇爆发 局分3比3 郑清文发球局 上来郑清文连续得分 30比0领先 然后维基奇回球下网 40比0 郑清文领先 然后40比15领先 然后40比30 接着40比40 接着维基奇回球下网 郑清文AD40领先 然后维基奇下网 郑清文拿下 局分4比3 郑清文领先 维基奇发球局 上来郑清文15比0领先 接着维基奇回球出界 30比0 郑清文领先 然后维基奇得分 30比15 往前截杀 40比15 郑清文领先 维基奇扔拍子了 维基奇往前截杀 40至30 郑清文回球出界 40比40 维基奇高压扣球出界 郑清文AD40 然后维基奇发球得分 40比40 维基奇回球出界 AD40 郑清文再次领先 维基奇回球出界 郑清文破发 局分5比3 郑清文领先 郑清文发球局 胜赛局 郑清文拿下 最终郑清文2比0 完胜为基奇勇夺金牌 创造了中国网谈的新历史 含金亮SSS级 郑清文创下亚洲历史后 正式回应笔尖流响里纳 备受关注的巴黎奥运会 网球女单决赛 郑清文对阵为基奇的比赛火力全开 最终直落两盘取胜 赢得了中国网球历史上首枚奥运女单金牌 创造了历史 这枚金牌 甚至可以竞争中国奥运历史最佳行列之一了 要知道 网球这项运动员 起码在女子运动中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能够在四年一届的奥运赛场夺冠 这个含金量无法估量 所以我们要说 郑清文 你不仅创造了中国网球的历史 也创造了中国体育的历史 同样 也成为首位在奥运会拿到网球单打冠军的亚洲选手 年仅21岁的郑清文 是中国网球历史上首位女单奥运冠军 也是李娜之后首位杀入大满贯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 她的前途无法估量 这几乎是朝着中国体育历史及运动员的成就狂奔啊 颁奖时刻 郑清文激动极了 她高唱国歌 眼里包含着热泪 这一刻 郑清文让很多老网球迷梦回2011年 同样是在罗兰加洛斯 同样是见证中国乃至亚洲网球历史时刻 李娜在法网夺冠 13年过去 还是在罗兰加洛斯 郑清文在奥运夺金 同一片球场 同样的突破 都是亚洲第一 都是历史第一 很多人都说 郑清文是李娜的接班人 从本次比赛来看 确实如此 但是 赛后郑清文却表示 李娜才是亚洲第一人 郑清文还提到了刘翔 说我们都是21岁创历史 这枚金牌的含金量不言而喻了 我们要说 可以和刘翔的12秒91比肩 在本次比赛与潘展乐的46秒40一样 这是震惊世界的金牌 很多人或许会说 田径与游泳的终极赛场是奥运会 网球则是大满贯 但是 李娜之前赢得过女单大满贯 但没有赢得过奥运女单冠军 而网球这项运动 在女性圈内 就是数一数二的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 高手拳来了 这个含金量 绝对不亚于问鼎大满贯 何况 郑清文把罗兰加洛斯的新女王 斯瓦泰克直接打哭了